他在甲球案那一年 他的打擊率來到了三成三零 甚至還入選了外野最佳使人的這一個獎項 他當時出席終職19年頒獎典禮的時候 他當年度那個領獎致死 我相信一定也感化了不少人 我們這邊來一起聽一下他當年的感人致死吧 以前從小的時候棒球就是我的最愛 能進入職棒圈也是我夢想的絲線 哈囉大家好我是Aki 提到宗斯琦 除了他那些很優秀的個人成就以外 大家對他最印象深刻的應該是他出於你 而不然對棒球那份熱愛還有那顆喜歡棒球的心 這一集我們一起來回顧一下 宗斯琦這位棒球選手他的運動生涯 宗斯琦現年42歲 以年紀來講在中華職棒算是年紀稍長一點的前輩 但他還是很厲害喔 並沒有因為自己可能年紀比較大一點 實力就輸給那些年輕選手 宗斯琦他是在花蓮縣長大的 他就讀光復國校 再升到光復國中 他從小就開始打棒球 但他其實在學生時期並不是棒球打最好 或特別突出的那一個 他是知道了大學 才開始慢慢的有了一些成績 然後代表出席一些大賽或是國際賽事 宗斯琦是2003年 透過聯盟替代益戴訓選秀會進入的中華職棒 但他當時是被陳太太陽在第三輪中選手的 2005年迎來職棒生涯首個賽季 所以2005年他才是第一次在一軍進行出賽 但可能是因為他年輕所以經驗值還不足的關係 剛加入中職的時候並沒有特別突出的表現 當時他的成績是非常平平撲撲的 直到2007年之後他站穩了先發 腳出的成績是三成零八 然而看似好像很順遂的棒球路 在2007年的時候陳太球隊進行轉賣 賣給米迪亞暴龍隊 接下來就發生了為人所知的黑米事件 米迪亞暴龍隊集體打假球的這件事情 先來和大家簡述一下黑米事件發生的一個時空背景 簡單來說就是米迪亞暴龍隊這次球隊 從上到下 從球隊經理、管理人員、教練、球員 幾乎多數的人都在打假球 那這邊周世奇其實也有在後來的一些訪談中 他有提到說 當時你根本分不清楚哪一個人是認真在打球 哪一個人是故意在放水的 再加上主頭也一直用金錢或是一些脅迫方式威脅周世奇 邀請他能不能一起加入打假球這個行列 但周世奇還是沒有因子的動搖 因為其實以現實層面來講 雖然你可能不配合打假球 但你也不能跟他們維持一個不好的關係 所以這樣對你來說可能還是會有危險性的 所以當年他其實面對這麼大的壓力 他還是一樣出於你的不來 其實是我們心中非常非常佩服的一件事情 更不容易的是他在假球案那一年 他的打擊率來到了三成三零 甚至還入選了外野最佳使人的這一個獎項 他當時出席終止19年頒獎典禮的時候 他當年度那個領獎致死 我相信一定也趕快了不少人 我們這邊來一起聽一下他當年的感人致死 以前從小的時候棒球就是我的最愛 能進入職棒圈也是我夢想的絲線 在職業的生涯的每一天 我都抱持著一份盡心盡力的心情 來面對我最愛的工作 也因此 也因此當很多的時候外在的條件 不能選擇也很難控制 但我一直告訴自己要堅持自己 不管環境如何 每場比賽我都是全力以赴 所以得到這座獎項對我來講意義非凡 不僅僅是對我成績上的肯定 也肯定了我對棒球的執著 今後我還是會秉持自己一貫的信念 繼續努力 不會辜負任何支持我的一些球迷 或者是我家人 謝謝 恭喜周思琦 後來聯盟舉辦了特別選秀會 從兩支解散的球隊米地亞暴龍和中信金 篩選出聯盟認為清白乾淨的球員 然後讓剩下的四隊去挑所需要的戰令 他當年就是被兄弟相給選中的 所以我們現在才有辦法看到披上黃三軍的他 但很不巧在2008年他進去的時候 又發生了黑象事件 兄弟相有很多球員包括陳志遠 他們都有涉案打架球 所以他換到另外一個球隊 又發生這樣的事情 你們可以去想像一下 今天可能在原本的一間公司工作 裡面的人可能都在做一些壞事 結果你好不容易受到一間新公司的僱用 但他們又是在做一樣的壞事 你又一樣要保持自己的正向 自己的爭操 如果換作是你們 你們不會對棒球可能產生一些因應 或者是你們會不會造成你們接下來 對於隊友的不信任 我覺得我會 如果接連發生這些事情 甚至有可能不相信棒球 出現想要轉行的這個念頭 好險他對於棒球這份執著 跟這份熱愛 讓他堅持走過那段黑暗時期了 在2012年的時候 是他成績最好的時候 2012年生涯年腳初打擊率3x65 158只安打 21轟 91分打點成績 那他幾乎都在打擊排行榜上名店前茅 而且他個人三度包辦了當月MVP的這個獎項 並且在當年度球季結束時 他拿到了年度MVP這個最大獎 在同年底 周思琦為了回饋給那些喜愛棒球的孩子們 他成立了棒球基層的獎助學金 那其實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聽到的球鴨 無論是在球劇、書籍或是生活上 他都有開始慢慢的關懷基層的棒球教育 那他還致力於棒球文化的傳承 我這邊來說實在我本人自己的經驗好了 因為我在上個月的時候 其實也有受邀去球鴨的Podcast 然後去分享一些對棒球的看法 雖然當天我並沒有見到周思琦本人 但我想要分享一個小故事給大家 當天我去參與Podcast錄製的時候 其他工作人員就給了我三份的中餐 那個時候我就有話題說 欸?怎麼會需要給到三份中餐 只有還有其他人要來嗎? 還是今天還有其他來賓嗎? 不只我一個嗎? 他的員工就說沒有 因為老闆就是周思琦本人 他怕的就是我們所有來的來賓 會肚子餓 所以他都會幫來賓準備不只一份的單點 其實從這個小細節 就可以看得出來周思琦的待人處事方式 那剛剛提到的棒球獎助學金 樂天桃園有一位很年輕的選手叫馬傑森 那他也是受到周思琦這樣的鼓勵 他後來也開始慢慢的去 回饋給花蓮縣熱愛打棒球的孩子們 在2013年WBC世界棒球經典賽的時候 大家對周思琦的印象應該也是非常非常深刻 因為當時面對日本隊的比賽 他的對手是田中將大 田中將當是一位非常知名的投手 他曾經帶過的隊伍有東北樂天金球 還有美國職棒大聯盟紐約陽基 在面對田中將大八局下半的時候 當時的比數台灣跟日本是2比2喔 非常非常的緊張 這個時候打擊輪到周思琦 他在田中將大的手中 集出那個關鍵的超前安打 一場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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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籃奇爾捏台灣的贏球希望 從那一次的賽事結束之後 他也獲得了亞洲選球王的稱號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有這樣的感覺 雖然周思琦一直以來都不是什麼大炮型選手 像可能曾經奉獲林志勝那樣 那我自己認為他代表台灣出賽的時候 其實會給我們台灣人心中 一種很大的安定感 在2018年到2021年的時候 他也兼顧起球員工會理事長的重任 那他其實為了台灣的職業棒球環境 他其實也盡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份心力 那其實我們也知道 周思琦的年紀也收長了一點 我認為他的手背能力 可能也沒有像以前一樣這麼出色 就是可能他的手背的範圍變得比較小 那他的肩膀其實也有收穫傷 可能在傳球上也會有一些疑慮 那他的位置可能 慢慢的也會被一些外野的行秀壓縮到 像詹子賢啊 陳志豪啊 林書毅等人 所以他近年來都是以代打的身份居多 即便是以代打的身份出席 他還是能夠在一些關鍵時刻 挺身而出 帶領了這支球隊獲得冠軍 我認為在2021年還有2022年的冠軍 他真的功不可落 雖然聽到周思琦就是在今年的球季結束後 即將影片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難過 但我相信他還是持續的會為我們棒球圈進一份很大的心力 而且我個人真的非常欣賞周思琦選手 他除了在經濟自己的棒球實力以外 他後來去讀了研究所 然後甚至也有出版一些棒球相關的書籍 分享一些他自己的經驗給年輕的選手 我曾經在滑一個影片的時候看到 周思琦對於棒球的一個狀態 我認為影響我也非常非常的大 我想要在這邊分享給各位 就是台下有人在問周思琦說 欸其實已經經過了這麼多的事情 然後他在學生執行 他可能表現不是最突出的那一個 或者是他經歷過黑米事件 黑象事件 受傷等等 他到底是用怎麼樣的心態聽過這件事情的 他就回答說 因為我就是喜歡棒球啊 就這麼簡單的一個原因而已 我認為他這段話鼓勵到我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一定很常在遇到一些挫折或是一些困難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懷疑自己啊 或是覺得自己不夠好 然後或者是想放棄 但我認為這段訪談中他是有鼓勵到我 就是因為喜歡 所以我們才更應該要堅持下去啊 好啦 偏題了 那今年是周思琦最後一個球季了 非常鼓勵各位 如果有空的話 一定要再去廠商看看他的影子 那我們也祝福他在退休之後的生活 可以更加精彩更加順遂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歡迎你們在底下留言對於周思琦的看法 如果還有想看我做哪位人物的話 也歡迎留言跟我說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